今天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台电视 播放着最新的奥特曼电视 几个路过的小奥特曼 看到自己爸爸打怪兽的帅气样子 都看入迷了 突然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 电视里的怪兽好像发现了小奥特曼们 突然从电视里穿越出来了 几个小奥特曼都被吓坏了 大家快发三朵鲜花安慰 安慰小奥特曼们吧 有怪兽大家快跑 好可怕的怪兽啊 大家跑快点 小赛罗边跑边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赛罗爸爸 爸爸救命啊 有怪兽从电视机里跑出来了 接到电话的赛罗 赶快飞过来救小奥特曼们 怪兽你居然敢吓小奥特曼们 我要把你重新封印回电视 有能耐你就来吧 没想到怪兽居然会冰冻魔法 他可以在空中自由滑行 你过来啊 你给我站住 这滑行的速度也太快了 我能让不多必须尽快打败他 看我的奥特曼射险 冰墙给我挡住 怪兽直接召唤出来了一堵冰墙 把赛罗的射线给挡住了 你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吗 小伙伴们把你们的光借给我吧 赛罗用大家的光 融合出了闪耀形态 赛罗再次发动了攻击 用光线击碎了冰墙 怪兽只能使用冰魔法逃走了 站在空中召唤出了 大冰块砸向赛罗 受伤的赛罗向怪兽跑来 被怪兽直接用冰冻射线给冻住了 乖乖的被我吸收能量吧 这时出现了很多星光 是相信光的人正在为赛罗加油 此时的赛罗凝聚着力量朝着怪兽发射 在大家的帮助下 赛罗发射出了最强奥特攻波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小编在这里感谢每一位相信光的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见